其实这个非常能说明问题 就是美国政府现在执法部门 要对中共保持高度警惕 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其实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我讲一个我自己知道的故事 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故事 他就是一个大学的副教授 大概是200几年的时候 他回中国去探亲 结果在飞机停了以后不让下 上来几个安全部的人 对就直接就把他 直接带到这个下面去了 然后告诉他说 我们要跟你谈话 要跟你这个谈 后来他说谈什么 他说我不能跟你们谈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那个很客气了 最后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那几个人 再追到他们家去 再找他谈 最后他说这个太麻烦了 我就去跟他们谈 反正喝茶嘛 他就喝茶 结果那个里面的就跟他说 你们那个大学法轮功非常活跃 你要给我们一些情报 他是这个里面的联系人是怎么样的 你去了解一下 当然这个教授 这个副教授就断然拒绝了 他说我这个又不是什么敏感 我只是学一个普通的文科的教书的人 不干这个事 他就拒绝了 关键的 很有意思的是 等他回到美国之后 一个星期FBI来找他 说国安部把你找去谈了什么 这个问题 这个意思是 就是说双方其实互相啊 这种谍报其实盯得很紧的 并不是说以前FBI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或者不认知 只是呢 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在台下 因为他觉得你这个 你像个商家 你做点这个买点人摇气纳海 他觉得这个危害不是什么 我知道郭总编你以前啊 和美国社会经常接触 经历过很多 美国社会普通人 其实对中共的认识是 完全是另外一回 就是美国社会有两个问题 就是一个呢 因为安全感太高了 你跟他讲呢 怎么讲 他都觉得没什么可怕的 离得很远 离得很远 第二个呢 就是中共过去这20年 这个经济很快的增长 很多商业机构啊 甚至学术啊大学像哈佛大学 我昨天就看到 哈佛大学的一个副校长 在中国用中文啊 就是跟人拜脸啊 就是非常 就是很多大学啊 学术机构都认为 和中共合作可以赚大钱 所以十多年来呢 那个就 他们一直是比较认同啊 跟中共合作 那我曾经有带一个 活摘器官的证人 去了美国一家 华盛顿啊 DC主流的那个媒体 非常有名 名字我就不说了 我找到他们的主编 就是我们准备就是 因为当然非常震惊嘛 活摘器官在人类文明底线的挑战啊 这也是 所以去爆料 结果呢 那个主编老外了 他就说 我不太了解中国 我找一个懂中国人来跟你 跟你们来谈 我们在那等了 接着就来了两个人 原来是他那里 那个两个中国人跑出来了 是中央电视台的 我是 在他们在美国 那个主流最有名的主流报纸 在那里实习 后来我那个证人 脸下的那个惨白 当时 因为我一下他就不见了 我就把他找到 我说你怎么了 他要快跑 他说他今天肯定被暗杀 他死定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那个中国那个间谍 搞间谍那边出来的嘛 他就说 他说那个中国能够派到国外来去 这个国外主流传媒实习 或者是要到美国首都这样的一个城市 这样来工作的 要不就是直接是安全部的人 或者是一定要通过安全部的 六个月的那个考试和训练 其实也都是特务了 所以他当时就是觉得那就曝光了嘛 那我们也非常差异 我们不知道美国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其实你刚才说那个情报部门啊 其实对中共的情况很了解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应该说我个人认为是个事实啊 因为我发现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说最近这几年 就很多时候 比如说谈到中共的威胁啊 谈到中共对西方这些渗透啊 出来讲话的经常是情报部门 对对对对 最早的是蓬佩奥 因为蓬佩奥他以前是这个 中情局局长 他就出来他就跟那个50个州的州长说 你们每个人后面都有中共特务在盯着你们 想把你们怎么拉下水 对对吧 然后呢中共呢就像英国里边 经常是情报什么五处的六处的人 出来啊 郡婷说现在这个中共的情报 每多长时间就发生一起 然后现在的情报电竞 已经增加了多少多少 已经对英国构成多大多大威胁 政府部门好像反应有点慢 对你在华盛顿呢 去去做一些听证会的时候 他们有个词叫IC 这是那个 intelligent community 他们就是这帮人 其实他们那帮人在政策制定圈子里面的地位并不高 尤其是和平时期的时候 现在对抗越来越厉害的时候 就会请这批人出来做听证会 以前听证会都是学者 都是学者或者是专家 我是搞电脑都是什么 但是这个你像美国国会这么重要的地方 他都完全基本上不设防的 对不对 郭总监 对 十年前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闭门会议 所有的记者都不能进去 那次结果呢会议开了一半 发现一个中共科技日报的记者在里面录音记录 那个当时就 那个会议当时就是讨论美国科技发展战略的 那些当时的议员在现场都特别震惊 也很生气 但是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要生气怎么办 就只能就当时就是把他赶出去了 以后就是不许这个记者进国会了 这个事情要是发生在中国 那肯定要马上抓起来 然后以间谍判十年八年的 所以当然就说最近三五年呢 这种情况呢 那个最近三五年这种情况就变了 变化非常大 这反映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呢 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整体的一个变化当中 对对对 这几年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调查和清理都在加强 李军好像也不只是美国是吧 你觉得是不是这个西方国家要这个统一行动 对因为我看到最近像这个比如说说这个海外110这个事 对吧 其实是有关机构调查是54个 他认为在海外啊 这个中共警察设立它这个分射机构设了大概五十几个 那么这时候呢 不仅是美国了 其实最先动的还是欧洲的一些国家 包括荷兰啊 包括这个英国啊 意大利啊 他们去年十月份就开始了 那么到今年的时候 美国觉得不对劲了 说怎么搞这个中共的警察会到美国来设立分射机构 而且去威胁一些在这边的华人 而且去等于说去甚至去劝务他们叫他们回国 如果不回国的话 家里面会有危险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引起了美国的告重视 那么但是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它已经比欧洲慢一点了 对吧 它当然反映过来 就现在已经有14个国家 开始他们联手就是开始要查 中共这个怎么这个警察会到国外来设一些分支机构 那么美国的FBI局长啊 他都说很愤慨 对吧 那刚刚成立的那个中共竞争那个委员会 对吧 就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问题委员会 他主任就说了 他说这个不是一个威胁问题 这已经涉及到主权问题了 你怎么跑到我美国来执法呢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美国社会的一种 开始一种清醒了 对前些年 我记得还有就是有某位富豪啊 还爆料嘛 都是带枪的那些都是公安部和安全部的 非常高阶的一些 那个时候好像美国也没太大反应 因为当时还把他摁住把枪也给拿走了 但是也没有特别大的反应 但现在为什么这个特别越来越敏感了 反正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整个中美的这种关系啊 发生这么大的逆转还是有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原来这个毕竟是拥抱熊猫嘛 对吧 我们是合作这个伙伴关系 然后是朋友 当然了美国把中共当朋友 中共从来没有把美国当朋友 他一直是把你当敌人的 只是美国 他觉得好像你觉得 好像演的还挺像 那个韬光养晦嘛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 那这个政策发生这个转变之后呢 就整个这个美国社会他越来对中共越来越反感 而且越来越惊醒 那原来国会不听这些这个情报部门的一些反应 现在也都开始听了 对吧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美国是政策大转向 和这个整个国家的开始看清中共的 就像那个麦卡锡说的 就是相信中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这个呢有这么一种大的环境 第二个呢我个人认为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就中共这个这个特务啊 确实迷惑性很强 就是中共呢他干正事不行 但是干特务间谍呢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世界一流 那么他特别是你像这种统战部门 那么美国他情报部门就情报部门嘛 对吧 但是他这个统战部门出来的人 他是什么商人 学者 学生 对吧 然后这个这个一些教授 那么他不是说我是情报部人 我装这个他就是这个身份 对 但是在中国这些人 因为中国的这种情报机构是不一样的 他受国家对民众的控制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中国的这个情报法规定 就是你民众有义务配合我的要求 对 就是我让你做的时候你还不得不做 你不配合我要追究你 追究你责任 对 上次在香港 因为我当时国安法公布的时候我在香港啊 他公布那个国安法中其中有一条很重要 他说你如果违反这个国安法 然后跟外国势力勾结 我们在任何国家都可以执法 当时我看了以后 我们在香港看都就哈哈大笑 我们觉得他真的把这个写在法律里面了 后来我不理解 那现在这个海外 他原来布置了这么多警署 他原来真的是在准备做全世界执法了 对对对对 基本上美国和中共的关系 有几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就知道 就是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 韩战爆发 美国和中共当时是完全对立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1972年乒乓外交了 尼克松访华两个关系缓和 到1979年美国和中国正式建交 变成了一个全面的战略伙伴的关系 这个是这个关系的核心 这是两个共同对付冷战的敌人的苏联 就是这个原因 80年代呢就中共改革开放 美国基本上是全力支持 过去40年中国对外贸的 就中国外贸顺差是六万亿美元 九成来自美国市场 外资投资中国大约是两万两千亿 就是其中百分之十 就百分之十分之一了 就是来自美国 这还不包括中国企业在美国 在纽约上市获得的那些融资 这个阶段是双方的蜜月期 但是到了2018年结束了 之后就是第三个阶段 就是中美贸易战 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战 和现在的科技战 价值观之战 甚至有可能在海台 就是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 发生双方的热战 所以第三个阶段 目前是刚刚开始 这是一个全面的竞争 甚至有可能是全面对抗的阶段 我觉得现在确实就是说 中国人很多的时候来到美国的时候 他们其实我们可以想见 他如果对美国这样一个自由民主 富裕这样一个社会没有念想 他干嘛要抛弃中国 要来到美国呢 但是他为什么来到美国之后 这边他仍然对保留了一个亲共和那么多的关系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两头通知 那如果现在美国做出了一个选择 就是说逼得你说 你现在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你要么是站在这个自由民主这么一边 要么是你站在一个极权专制的一边 我相信大多数的在美国这些华人 是仍然会选择留在美国这边的 那就是说选边站的时候确实是快到了 我觉得有一点理智的有一点清楚的人 确实应该更早的就投身到这边来 就是投身到一个为自由民主 为捍卫自由民主 因为你毕竟来到美国 你是享受了自由民主的好处 我们说freedom is not free 你作为一个从极权出来的人 你自身其实在捍卫自由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 这是我们这些人的优势 我们知道极权是一个怎么作恶的 其实美国人虽然说 现在说过来 他们开始恢复警惕了 他们提高了 但是毕竟我们是有亲身经历 他们是没有的 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 非常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想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 感谢观看